現在要進入重點 墨跟墨濃度 當初這兩個是分開教的 全面先教墨 到後面算點才教墨濃度 但是現在要合在一起講 因為算墨濃度還是需要算墨 合在一起講 墨就是一個算數墨的單位 因為東西都很小顆 都有一大堆 用個十百千萬算 不方便不夠用 所以我們就取一個數字叫做墨 就是個計數的單位 算數墨的單位 有六乘以十的二三四方個 那麼六乘以十二三 那叫雅伯家絕常數 雅伯家絕數 六乘以十二三四方個叫一墨 那這個想法呢 六乘以十二三四方個 實際上數用數不完的 那在現實生活中我是用秤的 因為我當初最早的當初的定義是說 一墨的質量就是它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現在墨的定義是碳十二 十二克的碳十二的數目叫做一墨 所以一墨的原子量或原子或者分子的質量 就等於其原子量或分子量 那麼那的原子量二十三 就表示一墨那原子有二十三克 所以我秤二十三克的那 那裡面就是一墨 流酸的分子量九十八 所以一墨流酸質量就九十八克 我秤九十八克的流酸 那裡面就是一墨 所以我可以用秤的就知道說 你有多少墨 用秤的 OK 所以就是它墨跟質量的關係 那墨是一個技術的單位 它的想法做法就是一個技術的想法 就是你平常生活中就會算的事情 它並沒有很困難 我們說打也是一個技術的單位 一打就是十二個 兩打就是二十四個 三十六個就是三打 所以呢 一打十二個 一墨六乘以十二十三四方個 所以兩打就乘二了 兩墨也就乘二 一樣嘛 想法做法是一樣的 想法做法是一樣的 就這麼多個 那倒過來有這麼多個 你會有幾打 三十六個就是三打怎麼做 就除以十二嘛 那所以這麼多個幾墨 就除以六乘以十二十三四方嘛 這就是告訴你說 墨跟個數的關係 就是所謂的技術單位 就認得一打兩打的意思 完全一樣 這個生活上的事情都會做嘛 你知道一打十二個 兩打二十四 你知道要乘二 三十六個三打 你知道除以十二 你這個會了 你墨就會啦 因為想法完全一樣嘛 看你就知道 完全一樣的想法嘛 所以它並沒有多困難啊 困難啊 就是正常的 那現在都把它改成功課也一樣嘛 一個五功課嘛 兩個就十功課嘛 那一墨幾課才不會就乘二嘛 一樣嘛 多少都在處就做出來 所以想法都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 所以就是做法都一樣 改成一墨二十三克 那兩墨就乘二嘛 那請問你 那麼六十九功課有幾墨 也出於二十三嘛 所以做法就是類似 一樣 OK 實際上做法跟完全相同類似的想法 所以它應該是很簡單 生活小嘗試啊 應該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 有一種題目是 給我這麼多個 未有幾功課 我並沒有公式 是可以直接從多少個求幾功課 或者多少功課去求幾個 中間需要一個友誼的僑良 就叫做墨 用多少個算出來的墨 跟用多少功課算出來的墨 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可以寫個等式 左邊等於右邊 左邊用功課算出的墨 等於右邊用多少個算出的墨 這兩個相等 然後就把答案算出來的 所以沒有辦法直接從質量求個數 沒有辦法直接從個數求質量 要有一個友誼的僑良 叫做墨 OK 那第一個叫做墨爾 那有了墨的時候 有一個容積墨濃度 體積墨濃度 簡稱叫做墨爾濃度 就是 濃度就是筆質 就是溶質跟溶液的筆質 就是糖在糖水的筆質 那我現在糖水是用公升 糖是用幾墨爾 所以下面是體積上面是墨爾 然後體要用公升做單位 這是重點 他要用公升做單位 身分之墨 就叫做墨爾濃度 體積墨爾濃度 容積墨爾濃度 考試的題目裡面 體積通常不是問題 大部分的題目 體積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是墨爾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算出墨爾有多少 墨爾多少叫墨爾濃度 OK 好 那這就是一個算法 把我們剛才合起來 我總共有三個算法算墨 第一個就是多少個去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第二個是質量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注意 質量要以公克做單位 質量要以公克做單位 第三個就是剛才那個公式 好 墨爾濃度的公式 就是墨爾濃度去除以容易體積 注意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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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做的方式 做的方式 OK 好 就是公式這三個 公式這三個 那麼第二個跟第三個是考試 常常會用到會用的 會考的 質量除以原質要分質量 或者是墨爾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考試大分出現在這兩個上面 第一個比較少考 不是說不會考 只是比較少而已 就是我們的算墨爾的方法 算墨爾的方法 所以你要計考 我們教了三個算墨爾的方法 OK 個數除以6乘以123次方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質量要以公克做單位 墨爾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OK 好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墨爾濃度 那麼它的計算的助力事項 都跟我們當初八年級上學期 教的重量百分濃度一樣 所以請你回去看上一本 複習講義 我們在講重量百分濃度的時候 提示過你什麼事情 我們的計算的想法是一樣的 考試的提形是差不多的 然後注意的事項也是相同的 所以就請你回去參考上一本講義 或者回去看八年級 我們怎麼樣去教重量百分濃度的 就跟各位講一下 墨爾跟墨爾濃度 這兩個計算都很重要 請各位要把它學好 好